胡亚东先生1927-2018年刘华杰拍摄《中国化学会原理市场》 著名高分子化学家胡亚东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试试,向年91岁 胡先生不仅是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一位生活丰富多彩的老人,有爱音乐 他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同步辐射技用专家贤炳昌院士,是中科院两大超级院迷 2014年贤炳昌先生去世时,胡先生曾写下无限的思念,这一二元理论会有的往事 如今自然失去,我们选遍了贤炳昌先生的旧文,爱婚曲和伯拉姆斯的德意志爱婚曲 以及胡先生的无限的思念,静静追思着永恒的美好的生命 无限的思念转闻胡亚东,一些往事陆续涌上心头 这里记录下来与读者们分享,我认识老险不过三十年 初时还是在上一世纪七十年代末 当时喜欢西方音乐的知识分子,又可以从无限电波中 以及可以买到的为数不多的音乐唱片中 恢复聆听音乐的爱好,那些喜鹊乐的心情是今天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 显米昌是物理学家,我知道他的物理学造诣很深 我的物理学只是大学水平 不过他后来从事的同步辐射研究,却和我的化学专业 有千四万语的联系,也算能有些共同语言吧 但是我和老险的正式交往,却不是从科学而是从音乐开始的 如今老险走了,看着这两本书,我就愈将怀念起两人已到卡洛音乐的情景了 他的书我觉得像散文,而自己的书更像随笔 散文和随笔似乎区别不大,但是从内涵来讲却发为不同 散文是文,随笔是笔,散文念 随笔桌,从老险的书可以看出他的功底 我这就是论事,好像少了一层未可名状的东西 我虽是长他九岁,但是无论科学还是文化底蕴 都用得上那个略书文采 这不是我的签词,称奇老险,一个老字一又怎能表情我对朋友的无比经历 我们对西方音乐的情趣覆盖面颇广,从巴克的巴洛克道德飙西的印象主义 都在交流讨论之列 不过,我似乎更多关注各种主义文派发出的声响 他则更多的沉浸在文化的思考中 就此而论他算是极高一筹吧 或许正因为此,我对二十世纪的音乐就不怎么感兴趣了 算是保守派吧,老写则不然 他非常喜欢马勒、肖斯塔科维奇的 弹起这些二十世纪的音乐家的作品 还会眉飞色舞,似乎比我年轻了许多 我曾在当时的列宁格勒生活过四年 也见过肖斯塔科维奇本人 觉得他的第七交响曲忽然寻魂 却无法体现胜彼得保这座历史名城的全部博大内涵 不过老险对肖斯塔科维奇的特殊境遇 及内心冲突的评论 我是赞同的 毕竟我是见过肖、听过肖的 弹到十七到十九世纪的音乐 我们的共同点就多了 老写对宗教音乐的喜爱超过我 虽然我年轻时 曾在北京的一所教会学校 接受西方音乐的洗礼 从合唱团的南高音都似重奏的小提琴手 还曾连续多年参加 由北京基督教会排列演出的 基赛亚圣诞大合唱 但是人却一直没有走进天主的殿堂中去 老险看到在教堂里 音乐和在家里拼音响之不同 我是深有同感的 我也喜欢轻浮编竹一座曲家 所浮显的安魂曲 那是另一种形式的弥法 老写说 安魂曲是表达对于死亡的丝毫的音乐 想必她的心灵 已再受到了安魂曲的抚慰和要换 在欣赏音乐方面 我和老写一区相投的地方还有很多 比如对音响设备的看法 现代科技固然创新极多 但是与其构置一套 极尽奢化的音响来平衡德尔 愿不如在教堂现场的速度气氛 终听一支寡风琴奏出的首歌 对于这一点 老写在她的《在教堂里经巴赫》中 有动人的描述 再比如对近百年来演奏家的爱好 我俩也颇多相求相应之处 对小提琴演奏家密尔斯坦 大提琴演奏家马悠悠等人的推崇 我们是不谋而合的 还有对大作曲加巴赫 莫沙特 贝多芬 舒伯特以及伯拉姆斯等人的作品 我们总是有说不尽的共同话题 虽然今年见面少了所论不多 但新月共同乱到的场景还立于在目 想到她的突然离去心头不禁而容然 老险这爱生活 从爱丁宝随想中也可看出她的高尚品味 我和她交往的前二十年里 大概以音乐为主干 旁之上却根根茶茶地攀上了许多文化的野果 我们都喜欢养花弄桃 也偶尔少玩一些古物和字花 她住在中关村北区学号楼时 我还专门去看过她养的花 那是一盆很大的什么花 她破云以为好 不请我上门观赏 就是那一次 我才知道她也是一位美食家 而且品味很高 当时谈的是什么美味佳肴 我已经不大清楚了 印象中她对食物的制作及评论都很专业 更有意思的是 老姐还到厨房去做了一些点心来给我们品尝 我印象叫深的 是 她对咖啡的知识 她掌握多种煮咖啡的记忆 我印不安辞到 老险关于不同煮法及不同风味的滔滔红论 金玉已经淡漠了 说实在的当时也没有品出不同煮法有什么不同 真是老貌了 不过我却在另一个地方意外地找不回来了 我知道老险在爱丁堡生活过 于是问她懂不懂苏格兰威士忌 没想到她所知甚少 因为不太喝烈酒之故 而我恰好相反 咖啡我算外行 对苏格兰威士忌 我却有些发言权 我对苏格兰的单一卖威士忌 更是仅有独钟 特别对那种成量的 Doublewood 甚至Triplewood 品质的特别喜欢 老险却是一窍不通 老险走了 虽然是九岁构上了古人所谓跌手之期 但我一直觉得她还年轻 她身上总是充满活力 有那么多的爱好 渊博的真实背后是深厚的文化底蕴 近年来我和她见面虽赏 她那销售的摄影 神祟的目光 千千圈自知风度 和装不出来的绅士作派 总是浮现在我的脑际 老险走了 佛家唱西方 危及了世界 如今她在那边一定有丰富的西方音乐陪伴着 她应该是满意的 家里有一幅不支援来出自和人的巧服 抄下来带给老险 周丁掏盘见蝌蚪 深沙大泽生龙蛇 2014年5月于中关村寓所 阿尔关曲和弗拉姆斯的得意至安婚曲生命 熔入电话和永恒事件 先生中爱的题材 她在安婚曲和弗拉姆斯的中写道 生命对于人类 就是生与死的替代 用别假的语言来说 春雨秋奇代识 小时读国伤 每次朗读完了 心里总有像一种一样的感觉 说不清是红妆还是被伤 很压抑 很沉重的 后来听说她是继次阵亡的将士的 应当伴有音乐 在向读者普吉阿魂曲之时的同时 文中也表现出作者贪透生死的智慧 类似的叙述 可参同书在教堂里听巴赫 此神和鬼魂的舞蹈等 在那片快食人口的门外美谈的结尾 先生又出人意料的回到生死命期 隐隐中流露出面 最无法穷锁的宇宙之魅食的 布尔兹们是悲情 重大的艺术成就 总是给人们带来慰藉 而重大的科学成就 则并非必定如此 无讳不再深入研究宇宙的起源之后 对于眼前的世界 洛贝尔长的祝温伯格这样写道 很难理解这只不过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宇宙中的一小部分 更无法想象到现在的宇宙 是从一个难以言传的陌生的早期状态演化而来 而又面临着无限冰冷的 或是炙热难难的末日 宇宙越可理解 也就越所谓无畏 不过从美的观点来看 艺人的美和被创的美同样动人 同样有追求的价值 转文贤炳昌 贤炳昌先生1935到2014年 01,那奥魂只是关于死亡的音乐 生命对于人类 就是生与死的替代 用叠假的语言来说 心里仅有像一种异样的感觉 说不清是红妆还是被伤 很压抑 很沉重的 后来听说 他是几次阵亡的将士的 应当伴有音乐 不过那时继部法院还没有发明出来 无从机考伴随他的音乐 即使有人记下来 拿出来演奏 在现代人们的耳朵里 一定是太简单了 乐器简单 旋律简单 音域狭窄 没有和声进行这些 近代音乐的必要结构 我常常里没有听到 杰出的国商的普勒维汉 虽然以此为一的作品数目并不少 我相信 终会在某一位杰出的作曲家手上 写出来的 但即使写出来 也不是爱婚曲 爱婚曲是表达对于死亡的思考的音乐 人类自存自为 一直在回答生前死后的问题 生间是刻捉摸的 而死后的缝 人死后到哪里去了 行神是齐烟竹 对死亡的态度应当如何 觉得因为他是值得哀伤 装此死了老婆几具骨盆 好简单出头的乐器 不过中国文人历来并不赞同 倾态的王羲之就批判过 说 故知依此生微虚待 其彭商为二作 倾态的诗人彭孙玉 简直要把庄老先生 从地下拉出来辩论 此生大义深能一 为其梦装诗问曲 在音乐曲上 马拉和肖斯塔 可谓其是两位写了许多对子王思考的大作曲家 他们的这些作品 不是爱婚曲 第二 爱婚曲原来是关于死亡的宗教音乐 它是关于死亡的音乐 它是表达对于死亡的思考的音乐 它特别是2000年来 随着基督教的发展 而发展起来的独特的音乐 爱婚曲原是天主教为王林举行的宗教仪式上所用的密法曲 现存最早的爱婚曲 是1470年前后罗克根所写的 在音乐曲上 许多大作曲家所写的爱婚曲 已经远远超出宗教音质音乐的范畴 莫扎特 柏辽兹 弗雷 弗拉姆斯 德沃夏克 威尔蒂 弗雷多等人创作的爱婚曲 至今仍是音乐会上经常演出的曲目 传统的爱婚曲唱词 是拉丁语的经文 一般包括安息经 慈悲经 末日经 圣灾情和高阳经 五个标准段落 后来逐渐增加了奉献经 恒光经 救赎经 等经文 每段经文的内容也大顶不定 如末日经必定包括愤怒的日子 Dice Iray 神奇的号角 Fillaburu M 至尊之王 Rex Tremenda 球主救手 天谦之诗 泪光曲等 不过在不同作曲家创作的安婚曲中 所以经文的数目与次序会稍有不同 传统的安婚曲音乐的内容 包括对此者的哀悼 对末日审判的位置 与此者移属向上帝气求整救亡灵三个方面 在大多数的安婚曲中 对末日审判的描写战中心的篇幅 比如 在博聊资的安婚曲首演时 教堂的穷顶下的四个方位 布置了有着六只圆号 四只小号 十六只长号 两只大号 两个小鼓 十六个定音鼓 四个大鼓 和十面同伯的乐队 在唱到神奇的号角时 末日审判到号角响起 闲逝齐奏 既而是从四面以每一次比前次高三度的音程彼此响应 所有乐器以最强音演奏 鼓声 有如奔雷 巨大的音强从四面压向听众 他们与在集团两边三百人的主乐队 和二十五个合唱队一起 把世界末日的恐怖表现到空前的程度 以致使一些合唱队员在演出中精神崩溃 在不聊资之后 威尔滴在他的《安魂曲》中更进一步把末日的混乱情景 与对末日审怕的恐惧情绪推到戏剧性的高峰 这些著名的《安魂曲》需要专业的合唱团 巨型的交响乐队和大型的演出场所 目前极少在宗教仪式的场合演出 倒是在音乐厅的告示台上 常常能看到他们的演出预告 第三 在众多的《安魂曲》音乐中 德国作曲家弗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 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 欧洲从中世纪走出来 在意大利经过文艺复兴运动 在德国和英国经过宗教改革运动 在思想上建立了突出封建主义的基础 在中世纪 统治者的权利来自军权神兽 而神是通过他的代理人叫黄兽宇的 对于老百姓 用不到麻烦教皇 普通的教室就可以完成思想的禁锢 因为人们行为道德的准则是圣经 而圣经是用一种死亡了的语言拉丁文印刷的 老百姓看不懂 见识权在于教室 于是定正圣经把伪经批出来 而且把定正了的圣经翻译成当代语言 使每一个识字的老百姓都能读懂 才能剥夺教室的专利解释权 这就成为宗教改革的一个中线任务 看来是宗教 果子里是政治 宗教改革的先行者 是建桥大学的神学教授威克里夫 1330到1384 他为英国国王向教廷征权 提出反对教皇制上 认为圣经具有比教会传统更高的权威 是则教会拥有财产 否认教师有赦罪权 认为国王是上帝在世上的管家 有权没受教会的土地和财产 反对教皇向英格兰征税 反对外国人在英格兰任教职 主将成立摆脱教廷控制的国家教会 罗马教廷对他恨志入骨 在他人土七十年后 教皇还下令掘墨焚尸 将不回忌入河中 十六世纪初 欧洲掀起宗教改革的大潮 领导人物是德国的马丁路德 1483到1546 他公开提出教皇不是神经最后解释人 戏徒人人可以和上帝相同 无需神父做中介 灵魂获得这就不在于 按照教会要求的聚集功德 而在于人对上帝的赌承信仰 这就是一场剥夺教皇 作为上帝代理人的专利权的战斗 马丁路德在被革出教门后 完成了定证圣经 把他翻译成德语的巨大工作 弗拉姆斯的德意志二魂曲 在二魂曲音乐中的特殊地位 首先在于他的唱词摆脱了 传统的拉丁语经文的规范 不但以德语演唱 而且精神上更符合从前主教的人性 转向自马丁路德以来 在德国兴起的新教精神更富于人性 德意志在文字上有德语的 及德国的双重意义 弗拉姆斯的德意志二魂曲 在语言意义上是德语的 在精神意义上是德国的 它是二魂曲音乐中第一个这样的作品 因此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因此 弗拉姆斯是从1857年开始 创作他的德意志二魂曲的 那年他才24岁 到1861年 二魂曲已经写了四个乐章 1865至1866年间 被纪念母亲的去世 柏拉姆斯增加了两个乐章 到1868年写出最后的一段音乐 永远高音独唱的第五乐章 后 最终版本的德意志二魂曲 共有七个乐章 柏拉姆斯是个虔诚的新教徒 由于柏拉姆斯极其熟悉生惊 唱词编来浑然一气 不落痕迹 直接文字来论 以吃大手笔 他写的音乐和他挑选的唱词 配合的天衣无缝 在这里虽然也有哀悼 也有悲伤 但是没有传统的 关于末日审判的恐怖 只有在第六乐章中 有一小段可编的号角音乐 没有奉献 书罪 超白的内容 而是带以一种不同的 关于生与死的信念 凡有血气的 竟都如草竹花 草地貂蚕 花壁泄落 但是有信仰的 死亡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 他们会从上帝那里得到安慰 在上帝的死体中死亡的有福了 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 他们的业绩伴随他们 容易看到 如果把这里的上帝 换成信仰二字 而且超出宗教信仰之外 作为我们现在通常理解的信仰 那就有着更广泛的含义 第四支第七乐章 为后一部分 中间被前原诗般的第四乐章分开 在前一部分中悲伤 爱道的晚歌情绪多些 而在后一部分中未见 安宁 信仰与温暖的情绪 占逐导的地位 第三乐章最后的复歌曲 极美妙地完成这两种情绪的过渡 柏拉姆兹唯一人的灵魂 两句唱词写的 有持续固定的影响的这个副歌曲 长达三十六小节 在这三十六小节中 和一些低音乐器一起 自始至终在地上的定音部演奏 是非常著名的 不过请注意 这里只能说是大致温城 因为如果读一下唱词 就会发现 除了第四与第七乐章外 在其他五个乐章中 中都含有感情的对比 在音乐中也是如此 例如 在第二乐章里 前后两次叹息人声短促的齐唱 凡有血气的 和乐队背景组成的颂葬进行曲 与紧接齐后的两个颂葬歌式的合唱 看哪 农夫耐心的 而且 耶和华 的对比 在第三乐章中 痛苦的 八字倒进城市幽化的 灵魂深处的南中音独唱和唱主啊 邱尼书我讲的 与充满前程和信仰的副歌曲 一人的灵魂的对比 音乐的人声部分写的极美 十分容易上口 管弦乐部分写的很有特色 第一乐章中 不用小提琴 中 低音弦乐器 与静奏的竖琴 既好的衬托琴和唱 静谧的哀伤 在第二乐章中 两个纵葬蹦行曲的管弦乐部分的变化和定音感情风 富的演奏 使向情绪变换的纵葬隔断的转入 既立即又自然 在第四乐章中 木管和元号柔和 温暖的音色融入合唱 对另一个世界更美好的生活的渴望 而高音和低音弦乐器的旋律 分别与女生和男生的合唱 浑然成为一起 虽然这部作品的创作前后历时11年 但是音乐的结构的高度完整 却像是一气呵成道 在第一与第七 第二与第六 第三与第五个乐章之间音乐的对称美 开创古典音乐的绝品 与前任的爱关曲作品相比 无论在内容或在音乐上 弗拉姆斯的则艺之爱关曲 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意境 更富于人性 这部作品 不但奠定了当时才30岁出头的 弗拉姆斯作为一个作曲家的世界性声誉 而且还启发了后世众多作曲家更为入室 更能与他们时代 怎么思想感情共鸣的安魂曲题台的写作 例如 后来的英国作曲家布列顿 尽管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 但他写的《战争爱关曲》 已经不但用音语唱词 而内容也离宗教甚远了 在《复录》中我给出 弗拉姆斯则艺之爱关曲唱词的中文译文 希望能够作为那友们欣赏这部音乐时的参考 唱词大多能在《中医生经》上找到 但不放行门想有感动 是为了艺术表达的缘故 附录 柏拉姆斯则艺之爱关曲唱词的译文 马太福音母章四节流泪洒涌的 必欢呼收割 那带着种子流着泪出去吧 必定欢欣喜了 带着河捆回来 诗篇126篇5 六节二合唱 因为 饭有邪气的 尽都如草 所有它的美容 一如草上之花 草必貂残 花必泄落 彼得前书一章二十四节 弟兄们啊 你们要忍耐 直到主来 看哪儿 农夫耐心的等候地理宝贵的出产 直到他末了春举又秋举 雅各书五章七 他节 因为 饭有邪气的 尽都如草 所有它的美容 一如草上之花 草必貂残 花必泄落 彼得前书一章二十四节 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 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五节 而前 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定灰魂 歌唱着回到西安 永恒的欢乐 并必归到他们的头上 他们必得到欢喜快乐 忧愁叹息尽都逃避 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十节 求你使我想得我身之中 莫得尚数几何 叫我知道我的生命和等短处 你使我的年日再如首长 我一生的十日 在你的面前如同无有 世人奔忙 如同幻影 他们劳逸 真是枉然 积蓄采宝 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主啊 如今 我更可大 我的指望在于你 十篇三十九篇四 七节 一人的灵魂在上帝的手上 再没有痛苦优惑 能接近他们 智慧篇三章一节 我的灵魂紧默可相处的乐语 我的心灵 我的肉体像永生的神呼吁 住在你店中的有福了 他们更要赞美你 十篇八十四 一四节 五 与高心独唱合唱 你们现在也有忧愁 但我要再见你们 你们的心就喜乐了 这喜乐再也没有人能夺去 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二节 你们看我 我也曾劳碌愁苦 而最终群的安慰 德训偏心五十一 三十五 我会安慰你们 就如母亲安慰她的孩子 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三节 然而 我们仍在寻找更要到来的城 西伯来书十三章十四节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 当初来到时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 就在一瞬时 一眨眼之间 在末日的喇叭响起的时候 因为喇叭要吹响 死人要复活 成为不朽的 我们都要改变 那时经上写的就要应验 死亡被得胜吞念 死亡啊 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死亡啊 你的毒构在哪里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四 五十五节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亦是佩的荣耀 尊责和全品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并且万物以你的旨意 而创造 而生息的 启示录四章十一节 圣灵说 是的 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 他们的业绩伴随他们 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 心在现行的《心教圣经》中 没有输入智慧片和德讯片 作者感谢梁周华先生的指教 《量文军刊于科室文化评论》 2014年十一卷两期 COPYRIDHTI 特VHISHIFENZI COM 商务合作请联系 BUSINESSI 特VHISHIFENZI COM 知识分子 非更好的智慧生活 IBTH Intellectual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